這個時候不是寫在模組 你不要說像之前有同學 就很習慣的 把底下這一行 複製貼上就貼到模組 一跑奇怪老師怎麼不會work 因為他不是寫在模組 特別注意 寫在哪裡?寫在這裡 記得把它點開來 這個時候裡面一樣空白 但是請切到一般裡面work sheet 這個work sheet指的是 這個工作表裡面 如果發生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後面就是事件 事件意思就是說 有點像主詞 跟一個什麼 一件事情發生 這個有點 怎麼比喻呢? 反正就是當裡面 假設有change 這個有點難形容 change就是裡面有改變 當然這邊有一個叫selection change 有沒有selection change 跟change 兩者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特別注意 是selection change 是被選人的裡面改變 那不包含change 指的是其中一個儲存格 所以特別注意事件不要搞錯 如果你用這個selection change 可能會有狀況發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 完全產生那個變化 所以我們把這邊事件 把它改成change 並且把selection change 這個程序有沒有 把它刪掉 好 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事件已經做完了 特別注意 它後面有一段 有個參數 瓜虎裡面會傳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叫target 這個target是關鍵 target是什麼 也就是說 你被變更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會藉由target as range告訴你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透過它去判斷 那怎麼判斷 特別注意 如果你沒有判斷的話 它是指的是全部的工作表 只要有改變 它就會是執行程序 但是不是啦 我們只要什麼 只要兩個儲存格 一個是c1 一個是f1 所以只有這兩個 所以怎麼判斷 if 誰這邊的話 打一個if if target 就是那個target的物件告訴我 點什麼呢 address 所以你點一下這邊有個屬性 它會用address告訴你 到底哪些儲存格被改變了 OK 那如果說呢 這個address裡面呢 它等於什麼 等於一個位置 什麼位置 雙引號 就是c1 特別注意喔 請你用絕對的方式 表示c1 或者是偶爾 有沒有 答一個偶爾 偶爾什麼呢 偶爾f1 那就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空一個